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7月21日开始数前忙,钟头奖,欲横财的生肖,生肖马 7月21号以后集土生有金,蜀马人时商旺,财星也旺 事业尚会迎来大涨之期,7月蜀马人总体昌盛 事业发展潜力得到发挥,发展进入良性增长 21号后集神进门,收入增长达到新的高度,事业红火,动力十足,生肖龙 7月21号以后,蜀龙人集神助力,自身的潜力不断得到发掘 生肖蜀龙人今年,六合太岁贵人,运势祥和安定,发展前景量力多极 年底前,蜀龙人财富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只要努力进去,未来必会事业财富双丰收 生肖兔,生肖蜀兔人7月21号以后,会进入最佳时期 蜀兔人今年整体发展不利,事业有阻力,工作有波折 但是蜀兔人努力乐观,可以弥补很多运势的不足 7月份是财星加旺的月份,集神进门,未来有实力打破霉运 生肖猪,出生在猪年的人,格局为土旺之命,土旺生财 7月21日是肖猪人,大财临命的日子,预示住肖猪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财运为上上等,容易获得财运机遇 轻松赚的大钱,同时他们自身享福的命格 在年底有所注意,顺利过好这一年,即将在明年富贵来临 生肖猴,生肖猴今年运势大好,会有很好的福气 一生遇贵人多,再加上遇见正财贵人 求财有道,贵人相助,绝对会在正财方面赚钱了 钱成四季,同时偶尔还是喜欢玩点小投资的 幸运的他们总是能够从中获利,命中多富贵 如果如果生活中也有很好的人员 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来获取成就 名利双收,生肖猴 生肖猴本月承蒙财神也关爱,遵守规则 但又敢于突破,再加上一路赏不乏贵人相助 财运势亨通滚滚,意气洋洋 同时,如果平常能够多和朋友联系联系 有福气,万事皆顺,富贵相容 生肖猴,生肖猴年末几月六合太岁 再加上心智坚定,不屈不挠 令事业状况十分好,心心相应 同时绝对不会投机取巧和坑蒙拐骗 人品口碑非常好,如果事业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渴望马到功成,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孝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7月21日到31日 与横财有缘的生肖 是全家人的摇钱树 生肖羊 属羊的朋友为人正直 在金钱上大方,人缘好 会有很多的贵人 在未来的十多天里 由于贵人的出手相助 会将洋人拉上财富头搬车的 从此以后,财库大开 财源滚滚 前期的付出,总算得到回报 所有的事情 做起来都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收获颇多,惊喜不断 前途不可限量 买私人飞机都不在话下 是让人羡慕的生肖 生肖猴 依靠猴人的聪明 一定会找到机会 挤上这财富头搬车的 猴人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 状态极佳 干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适应 并能做出娇人的成绩 正能量爆表 随之而来的财富运气爆表 定会赚个盆满钵满 财富几乎达到了 触手可及的地步 这段时间贵人的帮助 也起到了很好的 推高财运的作用 命好在这一刻 得到了很好的显现 生肖狗 在这段时间里 狗人的事业财运 光芒四射 光彩夺目 各式各样的贵人悉数出现 狗人的财富管道 突然拓宽了许多 每条道路上的财富 都多得喜人 狗人这下可以撸起 袖子加油捡钱了 有些钱财会自动跑到狗人的口袋里 赚钱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 钱财一定会赚个多位数 生肖兔 属兔的人一直很乖巧 很听话 会寻规矩导的完成任务 做事也是很有头脑的 不过一直以来财运欠缺 21号到7月底平步青云 生殖加薪 万事一帆风顺 他们急心高照 横财连发 财富多多 钞票堆成山 还是特别旺的财运 属兔的人把握好时机 坐等在家数前数到手发酸 生肖猪 生肖猪天生福气满 21号到7月底平步青云 生殖加薪 万事一帆风顺 横财不断 财风力达 运势极佳 他们的好运 总能传递给身边的人 和他们越亲近的人 将会收获越深厚的福气 有他们在的家庭 将会好运不断 福运连绵 天天都有好运围绕 生肖马 属马人身上有一种害羞的气质 他们做事并不爽快 有点拖沓的感觉 为人温和 表面上笑脸相迎 实际上骨子里有一股很强的冲劲 富有冒险精神 他们有跳伞员的那种勇气 21号到7月底平步青云 升职加薪 万事一帆风顺 百年不遇之喜事降临在身边 身边的哄财多如雨 喜气连绵 事业上如火如荼 财富满门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十二生肖福禄双全 一生天才运望 收入更高的三大生肖 生肖龙 生肖鼠龙的人坚毅不屈 他们有斗志 只要认定的事情 都会坚持不懈 生肖龙有助强壮的体魄 他们从出生就得天独后 他们是天生的贵人 神气足 爆发力极强 属龙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 会不太顺利 但是到了中年 就会取得一些成绩 失业有成 一帆风顺 他们总有数不尽的 横财在手 因为属龙人的贵人运爆棚 所以他们财运不断攀升 万事亨通 生肖龙是十二生肖的财富第一 生肖蛇 属蛇的人天生鸡锦聪明 他们喜欢交际 品质高尚 受到朋友们的喜爱 属蛇人有助极强的洞察力 他们眼光独到 不管做什么不仅不漏财 还生财遍地 属蛇的人心胸宽广 不亦服输 他们的好运气 总能有一想不到的惊喜 属蛇的人善于投资理财 他们的气魄和胸怀 总能抓住财气 日子风生水起 日子大富大贵 生肖猪 属猪的人爽朗 耐力强 他们能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 生肖猪生来就富贵 好运不断 贵人更多 他们有助天生屈极必胸的第六感 宏福不断 财源滚滚 他们性格正直 从不喜欢与人计较 好人缘的他们与横财 更是有缘分 他们是最受财神也眷顾的人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友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